小飞机撞民宅六死 母户二子全离难 浓烟不断窜出 现场一片狼藉 这间位在美国马里兰州 盖瑟士宝市的民宅 前天火从天降 一架双引擎小客机 前天上午从北卡罗来纳州起飞 但在距离预计降落的机场 1.6公里的地方 飞机失控 坠毁 撞上地面三栋民宅 随后爆炸起火 包括升级公司执行长罗森佛格 机上三人当场罹难 目击者表示 飞机轮子已经放下 疑似飞太低才会撞上民宅 消防人员控制伙事后 在一间民宅内发现三具尸体 36岁女子杰梅尔 尝试用身体护住两名幼子 不幸还是都罹难了 我们相信这位女儿 在那里 两个孩子 三岁和一季 离难的罗森伯格2010年 在蒙哥马力郡机场降落时 飞机冲出跑道撞上树 造成一人轻伤 这次他又在当地坠机身亡 失事现场仿佛是他的绝命终结站 警方目前已经寻货飞行记录器 正在调查事故原因 动新闻综合报导